这真的就是这轮船从他们这些游泳爱好者的边上过 就紧爱着他们过 你看 这距离近的 我感觉他们的发动机不是什么 会不会吸住他们 这边又来了好多 都往这个方向游 大家好 我是佳哥 我们现在在沿河大道龙王庙这边 这位置是武汉的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书本上 说的一个奇观 今天就特意来到这个位置 带大家看一看龙王庙的情形 这边的警示标识已经都挂出来了 江水湍急 勤务下水游泳 看一下江水 这护栏全部都围起来了 不让下去了 原来是可以下去近距离地感受一下长江水 这边立了一个石碑 江汉潮中 三镇伏地 两江水府 看整个的石碑下面有一个奇怪的小动物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龙头 龟身 这边刚好看到一个万吨巨轮从咱们面前驶过 好大一条船啊 那边它对面又开了一条船 跟它交叉着的 每条船都有每条船的航线 它在水上行驶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东西 每天这么多船舶船量在水上行驶 也没有出现过陆地的什么交通 拥堵或者是两船相碰这种交通事故 咱们绝对是所有人都学过这个四字成语叫做精卫分明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精卫分明在武汉是怎么淋漓尽致的体现的 现在咱们镜头面前这边就是汉江啊 大家可以看到清澈的汉江水 地泊荡漾 然后不远处大家看一下咱们镜头 手指头指的方向 那边就是长江的浑浊的长江水 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 刚好有一条明显的分割线 虽然说是两江交汇 但是两水却永不交融 就是这么一个撞灾撞灾的奇观呢 整个的长江江面随着长江的涨水也是宽阔了很多呀 这边还有钓鱼的呀 这边这个石碑就是龙王庙祭圣 记载了长江历来的发大水的一个情形啊 咱们可以看一下最凶猛的一次就是1954年 1954年是最高的 战胜了29.73米啊 这是最高的一次特大洪水 还有就是咱们所有人小时候可能经历的 在电视中看过的98年的 水位高达29.43米啊 然后最近一次可能是长江大水比较厉害的一次 就是2020年就是前年 达到了历史第四吧 没有突破29米是28.7米吧 应该是 就是前年整个长江涨水的情形也是非常的吓人啊 我们还以为最近长江水位比较湍急 比较汹涌 没有人下江游泳了 我们真的是低估了武汉的勇士们 横渡长江的勇士们 这边还是有蛮多啊 这拖鞋这装备都准备好的 这是刚游泳上岸的应该 前面大家可以看到 镜头前方漂浮着的 那都是在 这边是汉江 在汉江里面游泳 岸边还有蛮多 换装备的 这边是刚游泳上来的 爹爹 前方的 你看这边是一个人在这里面游的 而且那种游轮不停地从他们旁边经过 这真的是勇士啊 一人独自江心中 大美武汉真的非常值得来游玩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前方宽阔的长江江面上 一条条波浪 有如一条巨蟒在整个长江和汉江江面穿梭 微微壮观啊 像不像一个巨蟒 不过在整个长江江面穿梭